牛魔王的弟弟悟空也来袭击村子 因为上次牛魔王的惨败悟空决定打败所有的村民 我们可以看到悟空徒手抵挡住了射向妖汉的长毛 在白贝的攻击过后身体虽然皱了几毛 但是不影响他的战力 他一点点靠近长毛手一拳 干倒了长毛手 强悟的战力暴徐要解释 这回村民有麻烦了 下一个上场就是我们村里的二汉子 不然是汉皮斯飞多 扔个石头都能砸到自己的脚 悟空就像抓小劲一样直接把二汉子抓死了 大抵当前我们的村长是不会缺席的 悟空还不知道我们村长力一点点靠近了我们的村长 以及两百倍的攻击直接把悟空打飞到天上 什么情况 我们村长也被打飞到天上去了 难道悟空还有隐藏技能啊 所以妖技师一定要小心的 百倍的屏幕弓弓直接打在了悟空的身上 而且妖技师觉得十分的不惯 也又发出了第二次攻击 这时候我们发现悟空已经眩晕了 这边妖技师发出了第三波的第四波的百倍攻击 妖技师果然是十分谨慎的人 虽然悟空已经中毒 但是他仍然发出了百倍攻击 不明真相的悟空已经彻底被打崩了 他向着反方向居然一级百倍攻击直接把他撂倒 哎我说悟空大兄弟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这时候想撤退已经晚了呀 这时候我们的钥匙压倒性的许多了胜利 妖技师等等呀 悟空肯定不在话下呀 随手放出了成千上万的悟空 直接冲向了悟空 有个觉得悟空凶多技巧 确实那是快悟空干掉了所有的悟空 不好他已经慢慢接近悟悟空了 一个钥子翻车直接把悟空安在地上 他们和仨子哥死得好惨哪 接下来只能等待蛇皮攻击手发挥出色 当悟空就要靠近的时候 一级百倍的小车直接打出 虽然被悟空拦下来几只 不过并不是问题 白只小车直接把悟空埋了起来 似乎我们看到悟空并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现在小车越来越多不停的纠缠着悟空 看了蛇皮攻击手非常有希望成为第二个获胜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蛇皮攻击手非常紧张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这个时候的悟空似乎已经精疲力竭 虽然牛逼手趁着空袋又发出了一级百倍攻击 但是细心的你一定看到了悟空的第一档技能 如果这一切都为时晚矣 悟空错 悟空的挑衅村里雷神表示不服 表示你要是牛逼手穿过我所有的闪电 如果我是孙空我会想说 去你个蛋的这不够品 说到了密集的百倍攻击后 你们猜雷神赢了吗